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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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這個議題開始之前 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名字叫做徐仁傑 我目前主要認識於新浪台灣 在公司裡面主要是負責PHP網頁開發 和一些系統效能的調教 好 那我們今天既然要介紹的是Darnich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它官方的網站 是怎麼介紹它這個應用軟體 它其實在頁面上面有很多的內容 但是我把它的重點截錄出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catchin的http reverse proxy 那這時候我覺得我們應該先來認識一下 什麼是reverse proxy 那我這邊我簡單畫一個圖 我們從PPT上面可以看到 reverse proxy它的功能就是在使用者的瀏覽器端 然後跟我們的web server中間的一個中介層 從internet上面來的流量跟request 可以透過proxy之後 然後再透過proxy跟後面web server群 去要到它的網頁內容資料 然後再歡迎給使用者 這就是一般我們在網路上面應用的proxy的server 那因為我們剛才一開始有介紹說 在過網上面 varnish它是一個http的catchin reverse proxy 所以我們從這樣說可以看到上面就是 它不但做proxy的功能 它還幫我們把後端server端to the response catch起來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這樣就好處在於說 當internet來的流量 它如果曾經透過我們的proxy server 去抓過它的資料的話 它其實可以把我們的資料catch起來 這樣的好處是在於說 當第二次流量再進來的時候 它就不用再向後端的web server 去拿它的資料 那我們剛才有簡單說明一下 varnish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為什麼當初我們公司會選擇 使用varnish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公司在那個時候 它剛開啟了一個服務就是微博 然後它做的事情是把中國微博的資料在地化 然後希望透過台灣的地方 可以提供台灣的使用者 看到從中國來的微博資料 所以我們那時候當初是在build一個新的網站 那隨著網站它建立起來後 然後慢慢的開始流量上升 我們就開始慢慢發現問題 我們的網站越來越慢 然後隨著你從GA code上面看到 它流量有增長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網站的response time也越來越低落 然後造成我們從GA它原本是 還往正向的發展的時候 突然它的流量慢慢開始往下掉 我們就去檢查原因 後來就是發現 因為流量開始增長的時候 造成我們server的response time 慢慢開始低落 所以造成使用者的在使用經驗上 越來越差 就變成使用者開始不喜歡使用的網站 所以這時候我們才會開始想說 那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可以替我們處理這個問題 那當初我們在考慮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早期的網站 它如果想要提升APA7的吞吐量的時候 它會把網頁的內容打成 存HDM的靜態頁 那我們都知道 當APA7只要處理 存HDM的靜態頁的吞吐量的時候 它的performance會非常好 但是我們最後沒有使用這個方案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考慮幾個捲地的因素 因為我們的資料是從中國來的 然後它包含了很多明星藝人 跟一些他們那邊的有名的人士 或是一般個人使用者的資料 所以它的資料量是非常龐大的 當這麼龐大的資料量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不可能把它的每一篇內容 都做成一個靜態頁 因為你沒辦法預期它的數量有多少 然後接下來就是 因為在CAPA過程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新build的網站 所以 在跟PM的協調過程中 我們會不斷地嘗試一些不同的版型 然後看希望這些不同的版型 過程中會不會讓我們的流量有比較好的變化 所以在我們剛開始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版型是一直在調整的 那如果我們把這件事情做成靜態頁的話 會變成說 也許我第一輪的頁面還沒產完 我就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頁面改版了 那在頁面改版過程中 那使用者就會看到 為什麼我們線上網站 有些頁面是新的layout 有些頁面是舊的layout 所以當初我們在規劃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把這個問題考慮進去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尋找其他解決方案 然後後來我們就找到varnish 然後我們在survey的過程中 就發現它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它的文件整齊清楚 而且它的範例很多 在一般上面 你在網站上面開發會用到的狀況 它幾乎都有sample 可以讓你去直接拿來用 所以我們的話就覺得 嫩 我們就用varnish吧 那我們一開始在 部署varnish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們 新建的網站 我們的資源有限 我們遇到的第一關就是 我們的 server 量沒有很多 而且我們因為線上服務 已經在 hosting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全部的機器 直接下下來做調整 所以我們當時的狀況就是 我們把一台台下下來 然後直接在那台 APA器上面 前端擋那個varnish 那我們剛才架構 大家會看到說 一台APA器前面擋那個varnish 那不是同樣一台 server 要處理每一個流量 每一個流量 那它的差別在哪裡 那我這邊有做個圖表來做說明 在我們還沒有裝varnish之前 我們從網路上的request進來 它會直接進到APA器 然後從APA器以後 它又給我們換了PHP 它就是一個request處理的流程 所以我們從左邊那張圖可以看到 從網路上面來的每一個流量 它都要進到APA器跟PHP 然後因為當流量增長的時候 這個流程會開始對我們 系統造成比較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後面再把我們的varnish 導進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右面那張圖 當一樣是從網路上的request進來的時候 它會先進varnish varnish這時候會幫我們判斷說 它有沒有那份catch資料 如果它有那份catch資料的時候 它就不用再走後面APA器跟PHP那一段 它可以直接把它catch起來內容 直接response給網路來的流量 這樣的好處是說 我們在有線的server上 它APA器跟PHP這一段 耗費系統loading的流程可以被減少 那 varnish上去後 網路真的瞬間變快了 網頁開的也變快了 但是 這時候 我們的流量變大 那我們就很開心了 機器就一台台開始加 因為有流量代表這個產品有效果 那有效果 那就會有機器 讓你可以去做線上hosting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機器 越開越多的時候發現好像 為什麼網站變慢了 一開始我們就很不能理解 然後我們就去查一下 varnish的文件 看有什麼東西可以去 讓我們去觀察 是不是我們在哪裡使用上有一些狀況 我們就發現 我們機器 當越開越多的時候 它出現一個狀況 它的heerate降低了 heerate指的就是 當一個網路的request進來以後 它有沒有被catch在varnish裡面的內容 當這一次request進來 如果它的varnish裡面是有內容的話 它的heerate就是 會是hit的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miss 然後 後來我們就去看它的heerate的狀態 我們發現出現一個很可怕的說 它只剩30 它只剩30 所以狀態是說 當網路上面10個request進來的時候 它只有3個是在我們varnish的catch裡面 所以剩下的7個request 它還是一樣會進到我們APA7跟PHP的後端的流程去 然後我們就開始 為什麼要出現這種 不符合我們運氣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去檢查我們線上系統的配置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原先左邊有3台的機器 它那時候 我們的heerate大概是可以到 維持到70、80以上 但是當我們右邊增長到6台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heerate開始降低 後來我們就發現 因為我們前面靠的是low balance來導我們的request 所以當我們後面機器量變多的時候 它原本來個10個流量 它原先會被導到3台機器 所以一台機器會有3分之1去處理這個request 但是當我們提升到6台以後 它的機率就降低了 它1個request進來 它10個request進來 它只有6分之1會被導到其中一台機器 所以這樣的原因就會造成 我們每台varnish的用率開始變低 因為我們線上機器分母變大了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後來慢慢發現 因為我們機器一台一台這樣開上去 我們同樣的配置 需要給varnish同樣的記憶體 或是同樣的硬碟空間 所以它在資源分配上面 它其實是不斷的被增加 不斷的被增加 但是相對的它的heerate是遞減的 所以它整個資源會變得越來越浪費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開始認為 應該要重新再調整它架構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架構調整成 我們把幾台varnish server擋在我們web server前面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當low balance把流量導進來的時候 它會先進到我們前面幾台的varnish 然後再透過varnish 它自己的本身後面可以是多台backend的功能 然後去後端不同的server去拿它這次request進來的內容 這樣的好處是說我們擋在low balance後面的機器分母變小了 分母變小的意義就代表說 它會被連進來的機率是變大的 而且同樣的狀況 因為我們當初一對一的狀態上 你必須在每一台機器上面 對把你許多開到相對的資源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把機器 少數機器擋在前面 所以它使用到之外 我們其實是可以用的減少的 但是這樣的架構我們上去後 其實會遇到一些風險 就是因為你擋在前面的機器變少了 所以你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如果今天某一台機器它失效的話 你可能會造成 因為你擋在前面的varnish server不夠 導致於你同一台varnish server 後端服務的web server 它會必須可能承受到 兩倍三倍四倍以上的量 就看你前面varnish的配置是如何 這樣的問題就會造成說 突然大量的進來 因為你的varnish 在warnup不足的狀況下 你後面的機器可能會被集成 當後面機器被集成以後 它會有一個連鎖效應 當它一台一台 開始沒辦法線上服務的時候 其實你整個架構會被crash掉 你整個站就停了 所以我們後來為了避免這種狀況 我們在varnish後面的web server上面 我們依舊保留它的varnish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預期的狀況是 今天如果我們擋在前面的varnish server 短時間有一台或兩台它是出現問題的時候 在我們能夠短期察覺的狀況下 我們可以透過前面switch的調整 把原先導到 起中一台varnish server的量 直接攤到後面的varnish 就是原本的web server 它上面起的varnish 這樣的好處是你在短時間內 你有機會在失效的短時間內 撐住這個流量 然後把東西修復起來 但是這是個理想的狀況 所以我們後來就透過這種方式 去避免說 當單一失效點發生的時候 造成我們整個web server的service 失效 然後我們介紹完我們目前 大概零應用的配置以後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它官方的數據 它官方上面的手冊寫說 依照你架構的不同 你使用varnish這套軟體 你也覺得 把你的web server的performance 提升到300到1000倍 這是它官方的說法 但是我們有去實測 就是我們目前公司實測的狀況 我們用的就是 Apache AB 程式 然後用同時 concurrent 1000的 兩樣去打打看我們的機器 在沒有使用varnish的狀況下 它的request per second 有49 使用了以後 它其實跑到2300多 這數據有一點大 是因為我們是在內容測試 然後我們實際測出來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 效能提升了252倍 那我們介紹完varnish它的應用 還有它的一些實際上 對我們的效益以後 我們來看一些它比較細部設定的部分 因為varnish它的設定 它其實是有一個叫VCL的東西 就是varnish configuration language 然後再開始介紹它一些細部參數之間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它官方提供的它的request flow 就是當一個網路的request 進到varnish以後它的流程是怎麼走 這一張是它官方提供的圖片 但是因為它的字比較小 所以我後來有說一個比較簡易的圖 然後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一張是我做簡易的圖 然後我大概說明一下它的流程 當網路上request進來以後 它會先進到VCL的RECV 它RECV其實指的就是receive 就是當request它接收到以後 它接下來要處理的流程 然後它在手冊上面 它提供了一個叫VCL Plus 這件事指的事情說 今天我拿到這個request 我就不要透過我varnish去判斷 有沒有catch值的准彩 我直接把它丟到後段的server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這條線 當它進到VCL Plus以後 它會走到VCL的fitch fitch指的就是 它會去後端的webserver 去拿它對應的appache response 然後再透過VCL的deliver 再傳回給網路上來的開端 那它另外一條路就會是 我們看到是VCL HASH HASH這件事情就是說 當你的request走到這條路以後 它會先去看它自己的catch資料裡面 有沒有符合你這個網址的資料 當它有的時候 它會走到下面的VCL HIT 當走到VCL HIT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從它自己存的快取資料 把資料拿出來 然後一樣就是走 再走到我們的VCL Deliver 然後直接吐回給使用者端 那當如果它發現這份catch資料不存在的時候 就是當我們發現VCL MISS的時候 它一樣就會去我們後段server 一樣走到VCL的fitch 然後去後段server把它對應的資料取出來 然後再吐回給使用者 然後我這邊有把它官方 從VCL的設定上面可以用它一些自定義的方式列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這邊簡單說明一下 ICV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request進來的時候 它要開始處理的時候 然後我們還有看到 剛才流程圖上面寫的VCL PASS 就是這份catch是不要被處理的 應該是說這份流量 這份request是不要被處理的 然後VCL Kit 就是當它這份catch資料 它又找到手 它就直接拖回給server 所以我這邊有大概把它 在VCL設定檔裡面 它已經自定義好的function 列一下 然後因為它這些內容 它官方手冊其實都有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看它實際上 定義是什麼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看它官方手冊上面 然後這邊我簡單介紹一下VCL它 你在編寫它的設定檔的時候 你會用到的一些operators 它的語法其實跟pro有點像 所以可能沒有寫過pro的人 可能比較看不懂它的一些用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 等於就是一般我們寫程式 知道的就是變數的指定嘛 然後等於等於就是相等 然後我們會看到一個 有一個應該叫飄的這個符號 這個其實是在配偶裡面才會出現的 它其實就是正規表示式 就是你的網址符合 某一個正規表示式的pattern的時候 它就會設為true 這種語法是在 酒鞋配偶真的會比較熟悉 然後下面一個經濟套就是 negative嘛 然後and呢就是邏輯上的and 然後跟邏輯上的or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就是 Vanish怎麼決定 它什麼時候要catch資料 跟什麼時候不用catch資料 它其實官方上有定義就是說 當你後端的server的結果 它的http的header裡面 包含這幾個status code的時候 它會把這份資料catch起來 那我這邊就大概列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它catch的時效 其實catch資料在我們應用vanish這件事情上面 它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你必須去決定說 每一個不同網址或是每一個不同類型的網頁 所以你要給它的catch實效到底有多長 然後我們這邊看到vanish它其實有自己定義的兩個路徑的設定檔 它一個在etcvanish底下 這個路徑檔是指的 就是指vcl設定的部分 然後在etcslope底下 這個我是以sendos為例 它這個config底下是指你在vanish啟動的時候 你要設定的一些參數 然後我們預言剛才有提到 vanish它的catch實效 它是依照你網頁裡面的header 這個指去決定它的這份catch要catch多久 所以我們在後面會再詳細介紹 我們怎麼去告訴vanish說 你的資料要怎麼catch 跟要被catch多久 然後我們這邊看一下就是vanish 它官方上面有說明的一些事情 它說在vanish進到vclfitch之前 它會去看它自己自定義的變數 它裡面它是一個物件 它有一個欄位叫ttl 它會去判斷 這個變數是不是已經被賦予值了 當它這個變數已經被賦予值的時候 它就會以它裡面的設定值 作為你catch的實效 那我底下有列它官方的說明 這件事情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它這邊列的是說 它會依照你http response header的 有一個欄位叫catch control 裡面的一些設定去決定你catch值要存多久 它這個是有優先順序的 它第一個會找裡面裡面有 我們有一個smaxedge的欄位 如果有的話它就會依照裡面的設定值 當作你這份catch要保存的資料時間 當它這個值不存在的時候 它會往下找 它會去找maxedge 然後相同的方式 它會再去找一個expired header裡面 有沒有設定catch的時間 如果這三個欄位它都找不到東西的時候 它才會去讀它 預設的default值 那我這邊可以看一下剛才那張圖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VCL到右邊的VCL Fitch的時候 它到這個階段 它是已經從apache server 或是其他的http server 把資料拿到以後 所以這個時候它已經有後端server2的header值 然後可以決定它的時效 前面三個部分 我們在前面有教說 它會依序去尋找四個欄位置 但是它在VCL設定裡面 你可以在Fitch的這個階段 我們剛有提到說 它在這個階段 會去往前找你的header裡面有沒有設定值 當它不准載 它就會拿預設的 當它准載 它就會拿 依照剛才的優先順序 s max edge 跟max edge的內容 去決定它的catch時間 但是在這邊你可以做動態的調整 所以這邊它 從往回退的話 它在這邊的優先順序是最大的 如果當你的網址 有符合在這個階段裡面的某些pattern 它會以你在這邊設定的catch值 作為你最後 這份catch資料要存放多久 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也許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 我們依照不同類型的網址 或是不同類型的檔案 也許是圖片 也許是css 也許是JS 是不是我們catch的時間 就做在這邊 理論上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在實際應用上 我們又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我們做的網站 是屬於內容的網站 它可能會有一些活動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user的個人資料 有些會有一些user的微波資料 在這種不同類型的網頁中 你可能會必須賦予它不同的catch時間 而且 有時候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當我們要即時直播的時候 我們必須讓某些網頁 它永遠是不會被catch起來的 為了應應這些條件 我們不可能在每次活動要調整之前 我們就去show common npcl 設定 所以我們就利用它 我們剛才提到 它會去找httb response header的一個特性 我們就會在程式裡面 手動幫它took header 就是在它優先順序 可以追到xmax edge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的翻譯就是說 當我決定這份網頁今天被產出的時候 我要它catch一個小時 那我就會在我的程式裡面 讓它自動took header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catch control 然後xmax 3600 這個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份網頁我要告訴Vanish 我要快取它一個小時 那當如果我們在做直播的活動 或者是有其他網頁 它的資訊是一直變換的 我們是不希望它被catch起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吐一個黑的 就是xmax有限定 這樣的意思就會告訴Vanish說 這一份網頁內容我都不要catch 每次進來都不要catch 這樣就可以實際達到我們彈性的應用了 當然你可以決定哪些網子要被catch起來 你也可以決定哪些網子 永遠不用被catch起來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你在它的RECV階段 當它還沒進到實際上去後端 Apache Server要資料之前 你可以先在這邊告訴Vanish 符合某些pattern的網子 我就不要catch 它從這個集團 它就直接會吐 從後面Apache Server去拿資料 然後直接匯傳給使用者 這份資料就不會被catch起來 然後像一般我們還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一般我們在使用瀏覽器的時候 我們知道Ctrl F5的時候 我們會拿到一份 跟Server拿到一份新的資料 因為Ctrl F5它會吐一個header 它叫做 每家瀏覽器可能不一樣 但是它會吐一個header 像 no cache 或是private 或是no cache之類的 它這件事情就是告訴Apache 你要給我新的資料 我不要管你資料是舊的還是新的 但是因為我們之前的架構 是在Vanish前端 擋了一個服務 所以同樣的 為了告訴Vanish說 我現在來的request不要catch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必須在Fitch的階段時候去判斷 當它的HT變黑的裡面 符合某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會 直接把它的那個 patch程式為0 然後接下來我會 主要介紹就是 我們在開發跟使用過程中 遇到的一些場景 就可能大家在 實際上應用這些服務的時候 應該都會大家遇到一樣的問題 像一開始我們服務 用方H服務上線的時候 我們在使用者端的crime 我們怎麼知道這份資料 到底是有沒有被catch起來的 因為這是方便 我們自己在開發的時候debug 所以我們看到它在 我們最後要把資料 吐給使用者的時候 它的Visual Deliver的階段 我們可以去依照它的一些 它自定義的變數 去確認說 我現在拿到的這一份回應 是有catch還是沒有catch的 當然如果是有catch的話 我就在我的 response header裡面 偷塞一個值 然後透過這個偷塞的值 我在瀏覽器上面 我可以用file bug 或其他的開發者工具 我可以看到說 當我的header值裡有一個xcatch 或是其他你自定義的值的時候 就要把這份資料 是有被catch起來的 那反之 如果我看到它的指示密石頭 我就知道這份資料 目前它不是從varnish來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查說 這份網頁沒有被catch起來 是因為你設定的關係 還是說你的varnish服務 目前是沒有生效的 然後因為我們有 因為剛才有提到說 因為我們是新的服務在上線嘛 所以常常遇到版型的變換 這個時候 當你的版型變換的時候 你的PM或是你的其他使用者 在使用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 為什麼 你跟我說你的程式已經改了 但是我現在看到的頁面是舊的 因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讓PM可以自己去看到新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透過瀏覽器清catch的機制 它的做法就是 我會在網址上面判斷一個特殊的pattern 然後當這個pattern 出現在網址的時候 varnish會自動把底下的catch比較清掉 然後再吐一份 新的response給使用者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當你每次版型變換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你的PM或使用者講說 你就在網址上面加一個特殊的pattern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改版的內容 是不是有問題的 這樣的好處是方便於 我們跟PM之間的debug 那當然 現在一般外面很多的頁面 除了靜態頁面 你還會需要很多即時那種是 變換的 那像這個時候 怎麼辦呢 我們就只能透過sx2iframe的方式 用遷入的方式 或是瀏覽器端JS 動態去載資料 透過這種方式去拿到你即時變動的資料 接下來就介紹一下專責的部分 原理像一般 一般你在線上服務 你可能原本有個動名叫 a.explo.com 但是也許你服務上線 一階段以後 你的動名換了 這時候你不希望弄到你其他設定 其實你就可以透過varnish的設定 在他的vclic 就receive的那個階段 就直接判斷說 當你來的request的網域是 a.explo.com的時候 你就直接把他轉到 你想要讓他轉去的網域 那同樣的 你們現在的服務也許會有http 但將來也許會有https 但是你不能跟使用者講說 你以後來都要連https的網址 所以 你也可以在varnish上面 直接判斷 他進來的protocol是https 還是https 然後再決定 他是不是要把它轉到https的網頁 那當你開發到手機網站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會遇到這樣的功能 那他判斷的來源 就跟一般程式 或是APA系的做法一樣 他是判斷 你來源的user agent 然後來決定說 你的版本是手機還是PC 那當然在這個情況就要決定說 有些人的手機版網頁還是希望看到電腦版的網頁總辦 我們那時候處理方式就是我們會在 送進來的quiz加一個參數 透過判斷這個參數來決定說 這次的catch我要不要幫他轉成到手機版 那因為現在很多大型的網站慢慢都轉成https嘛 所以我們的網站也在某些合作上面也開始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開始翻文件發現 Vanish他本身不是只有SSL 然後作者有說明他自己的原因 然後我在上面有列下網頁也大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為了解決這問題 我們就在前面再擋了一層proxy 我們那時候是用pump 他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把你的https request 轉碼為名文 然後再把這份名文的內容 丟給我們的vanish 透過這個方式來解決目前vanish 他不支援https的狀況 然後預言現在時間有限 我就挑一些在應用上比較會需要的內容 vanish他本身有提供一些管理工具 透過這些管理工具 你可以看到你目前vanish 他系統使用的狀況 跟你現在catch hit的狀況 然後跟一些log的狀況 然後我們這邊就介紹一些比較重要的 像我們之前那時候發現vanish 他的hero很低 我們就透過這個指令 就是vanish state 從這個指令 他會列出說你目前vanish 在幾個區間裡面 他目前的hero是多少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第三行 有那個hero average 就是目前你的vanish 他被擊中的機率是多少 然後接下來他有提問工具 是vanish hit 這個工具他其實就是 讓你可以即時看你現在線上的網頁來源 他被vanish vanish他被hit的狀況是如何 那我的簡報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